这家伙给人棉衣给人扒了 夏天了 该换季了 哎 这毛掉了 这牛是不是起头皮血了 不是 这它叼不好 这毛掉的慢 小铁牛 哎呦 这家伙 本来就没啥分量 好解压呀 是不是 回去打没打听就是牛啥价了呀 没问呢 咱爸说的16块钱左右是分 16 好点16出头不好的就是16块钱呗 5678 距离我上回问差直接掉1块钱 上回是16块5678 这回是15块56789 就差1个月 最近好多朋友们跟我们说牛掉价了 你们这批牛赚不着钱了 太多人跟我们说了 然后其实我们了解到的信息也不太全面 但肯定是掉了 然后因为我们这个地方的牛的价格一直没有太高过 就是我们这我了解到卖的最高的就是前年卖过有17块6的 这是最高的价了 然后现在可能掉到16块左右 然后15块大几 16块出头这个价格 其实也是掉了 掉了按我们来说掉了1块多钱 其实这个跌幅也不算大 但是也不算小 对吧 因为牛这个东西跌幅肯定不太大 牛掉价了 辛苦了一大年也不知道能卖个什么价钱 也不知道能挣多少钱 你还玩呢 你这牛身上你刮的全是口出血了 谁让他太瘦了 别的刮牛刮打不出血了 妈 你真狠狠的妈 真的不想你老一会儿给放血给放死了还得 我跟你讲 背不住我放到血都能好 你轻点的 你使劲使劲刮 牛皮在后也不能 我给你洗腰 它这个行的 哈哈哈哈 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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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这挠的时候它不折 我一会儿一会儿都玩 你这炸烟呢 你这不炸瓜炸事老师 他这有洞呢 哎哎 去 洞一洞 换班了 你完事了 哎 这 他不走 你这个熊玩了 你这个熊玩了 这个打呀 辛辛苦苦一大年养了这么多的牛 到了出篮的时间发现价格并不太理想 那这个时候养牛人很无奈 卖吧 不赚钱 不卖呢 你每天养还要花很多钱 然后明天的价格又不知道怎么样 可能还会掉 所以 所以这个养牛这个产业链里面 所有的风险 就是最多的风险是养牛人在承担的 最近有好多的朋友们就是想养牛 还没入手的 也有这个牛圈建完了的 问我们得投资什么设备呀 投资多少钱 买多少牛合适呀 怎么养合适呀 我觉得这些都是次要的 你先做好心理建设 先有一颗坦然面对的心 这个是最主要的 就是你要坦然面对这个牛来了之后会生病 生病了可能会死亡 可能会有涨势慢的 可能会有涨势快的 可能有涨价 可能有掉价 可能会赚钱 可能会赔钱 这些事你都能坦然接受之后 再去考虑买牛 之前有朋友们问 这个牛多少钱了 我们当地牛多少钱了 我们一直跟大家说不知道 确实不知道 我们两个不太愿意去打听这个事 因为第一个我们现在不卖牛 打听了牛掉价了 我还焦虑 就没必要对吧 如果是涨价了呢 我现在牛也卖不了 我还着急 我就不打听 等我到卖牛 里卖牛前一个星期或前十天 我们去问一问这个牛多少钱了呀 自己心里有个数 然后让人家来看牛的时候 按这个标准去卖牛 这个倒可以 大可不必老去打听价格 在网上也好 在这个周边的养殖户也好 大可不必 对吧 牛和牛还不一样 是不是朋友们 像我们家这样一院的牛 都已经有个别的能达到出栏的标准了 但是也不能挑着卖 就是你毕竟买的牛多了 肯定会出现这种长的快的和长的慢的 撑似不起的情况 我们只能等一等 让这个大的等一等小的 把这个平均体重提高起来 这样才能有利润 好了朋友们 事事无常呀 这个计划赶不上变化 这个个人的预测永远赶不上市场经济的变动 所以希望所有的养牛人坚持住 对吧 等一等寒冬即将过去 无论赚多赚少 希望大家能坚持在这个行业 好吧 拜拜 拜拜